日前傳出有脊髓肌肉萎縮症的 喊病女童 因為國內的健保給付 年齡限制條件嚴苛 想要注射一劑新藥的話 就要花上兩百萬 只能夠遠赴中國來就診 一劑自費大約是十五萬元新台幣 引發了各界關注 健保署也和藥廠來溝通 人家藥廠都同意降價方案 如果二月底的健保會議通過的話 有機會在五月之前上路 因為價格昂貴負擔沉重 日前國內有一名不符合健保 給付標準的脊髓性肌萎縮病痛 到中國打了四劑新藥治療 一針只要自費約台幣十五萬元 相較於台灣全額自費注射 一劑得花兩百多萬台幣便宜許多 引發各界的關注 健保署找來藥廠協商 現在包括百健和羅氏藥廠 都同意健保的降價方案 我覺得一量自價是一個 非常好的方式 目前我們已經有兩種藥物 要準備納入健保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振奮人心的事情 那我也期待詳細的規定公告之後 病患是可以自由選擇 我想要用哪一種藥 那用了之後 如果是因為副作用的關係 我們是不是有權利去替換藥物 健保署表示現行的脊髓性肌萎縮藥品 脊腹條件為出生十二個月內發病確診 而且開始治療年齡未滿七歲 目前約有一成的患者適用 未來新方案通過後 三歲內確診發病 若大於等於七歲 運動功能大於等於十五 即達到幾副的條件 如果以國內約四百名患者來計算 用藥人數可從四十一人增加為兩百人 健保署表示由於簽署了保密協定降價幅度無法透露 但價格確實令人滿意 預計會在二月底提到健保共同擬定會議討論 要是一切順利最快可於五月一號前實施 記者會有張國南特報道